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又讲一下楼市 深井最近跌破九千元呎 我的外母是住深井 有两三个亲戚都是住深井 之前说深井迫提的风水很好 但最近就转了 转了云 因为转云也是会转的 放宽按揭好像没用 现在大家业主在劈价 合理的 因为当你卖不出的时候 唯有降价 因为你吸引不了人 唯一是价钱 除非你本身那个 最要看你单位的质素 楼零等等 那业主是不是面对现实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致用就不要卖楼了 是不是呢 强者和弱者的分别在哪呢 和投资要转观点 那由于真的投资又买了很多物业的那些 未必会跟你分享真正发生的事 那也有一些玄学大师说 哇 会跌很多 跌很多 我都回答了几位观众 我都说 如果他真的自己卖了楼 那我就相信他 因为长期持有物业是很有利 所以 无论你的位置买了多少 你都不会因为高低而卖了 所以你投资就不同自用的观点 完全是两回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没听过 记住订阅 按个like 详细一点 我在patreon里面讲的 其实我两年 年多前 大概年多前 我就买了新楼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是会跌的了 那为什么我仍然会买呢 当然有住屋的需要 要换了 那时候也有两个子女 我现在有三个子女 那一定要住大一点 之前太小了 每人只有几十尺 真的不够 那就是唯有换楼 那时候一想 如果那时候我直接换旧楼 跟现在是同一个价钱 因为那时候那些业组额太高了 我当时在住那里 他在叫 三房是一千五百多万 和我现在一住这里 真的差很少 那我在想 虽就虽在留花 那当然是直接买新的 那因为我知道 之后下去跌的话 一定旧楼跌得急一点 因为 为什么业主面对现实呢 其实是很合理的 因为你当时是叫得太高的 你之前就当新楼的旁边叫 又不肯放 那现在就出现这样的事了 一放的时候 继续放就大件事了 那所以 我说这个贫富懸殊的意思 其实是想说 投资那些是不同的 投资和自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好了 所以 最安全是买自用楼 因为始终你自己要用的 好像浪锤这里最近跌到八千多元 那2019年买就贬值了14.5% 但其实你计算 现在大概四年 其实租金算下去 其实没什么怎么舍 可能是洩水费 其实就不是很多 如果你只有一套的话 因为你不买房子的话 你又要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 其实你在沽空物业 沽空物业是要付租的 不要想着 我不买房子就不代表不用付租的 我不知为什么大家没有听这件事 因为你付租都是钱 算下去是差不多的 当然你不要买那些超级豪宅那些 那我就没算算了 但是如果是平民百姓的盘 其实算下去你用的价值其实不会差很远 那为什么我那时候又要买呢 当然是有原因 因为你加息周期 现在虽然按揭是低了 那你少了首期了 少了二百多万 我现在在说一千五万的楼 那你首期要付七百多万 但是现在可以省回二百多十万 但是问题就是由于加息之后 你还要入息压压力测试 已经去到九万六千多了 九万六千多一个月了 现在再加上 如果你要拿个案部 就是说低乘数案 解释不可能 你差不多十一万一个月 那就更加难 那十一万什么概念呢 香港人中位数两万多 十一万是五倍的 这样的数目 所以这些就是给一些投资者 或者真的做生意那些是买的 所以现在你说买楼投资是极极极极困难 不是个个做得到 但是做得到是很好处的 首先要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说 我如果那时候不做呢 现在我更加难做 差不多没有可能银行 在一些比较差的经济环境 收水收得更加紧 你更加难批 所以你应该 如果你是自用的话 你应该要换个角度 跌了那又怎样呢 你会换个角度 那么银行呢 帮你支持一半的楼价 或者给七成 你用三成就买到楼呢 其实应该是很好处的 如果不是呢 我经常都说 你玩个尺寸要越玩越大 当然啦 你不要像海丝饼店那样 借了四千多万啦 大哥 那你还不起就没办法啦 就是说你适当的借贷 适当的还款能力 所以我经常都说 有三个同一时间做的事情 你不能说只是我买楼 就是我全部的嘛 你除了买楼之外 你还要增加你的收入 你还要有高息产品 来对冲这个加息 那有这几样才行 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 很多业主 就是有些是供不起的 你譬如 你当时可能 三万元人工 至四万 就是当你高些人工的那一批 那你突然间多了一万元 你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找的 他可能转了一年的储备 就没有了 就是额外那些 香港人储蓄率高是真的 但是可能他储备也不够 因为楼价也不是便宜的 用完之后 就开始 现在的气氛好一点 要放了 第二个我觉得 因为我纯粹推测 就是换楼了 你看到有些持有十多二十年 价值升了很多 那就换楼了 那现在呢 新楼不是差很多 那他卖了一层旧 立即换的 合理 那就看看自己需要 需要不需要买 第二就是 如果你投资 就不是这样看的 就是我刚刚最近 我租过的一个盘 就是在广播道那里 那个业主 他收了我四十多万租 但是他装修 用了十多二十万 他最近又再翻新了 但是他不会卖的 所以投资者 他是住九龙门的 那个业主 那还有两三间收租 那这些收租的 其实他不管价值升跌 就像你买股票那样 有些人是买股票收息的 我不管价值升还是跌 有人买汇丰收息 我不管价值升还是跌 我只是收息而已 我有两个朋友都是退休 是买汇丰 他也是不理的 跌到二三十元 他就等着收息 他也不会理 他的股价升还是跌 因为他不会 将它套现出来 所以现在你买了楼 除非你很守紧 或者真的想换楼 你才会套 否则 就坐在那里 安心地做 所以 做投资者又不同 做投资者 你的心要好定 没有所谓 所以就分了强者和弱者 平时好事的时候 你分不了哪个强者和弱者 我想说 为什么香港说这么多有钱人 的意思 不是贬低所有人 而只是跟大家说 我们是弱者 我们做弱者就要有强壮的心 你买了就坐在那里 不要搞 你自用的 你过几年的租金已经抵消了 其实没问题 你到时才会买 如果你真的想换楼 跌了你就换楼 拼手你就拿住 其实不用怎么理 因为你其实是享受这间楼 是即时给你用的 银行支持你一半 或者七成 你即时有那间楼用 为什么不好呢 最重要是有银行肯定做按揭 这是另一个技巧 我在Patreon里面再说 投资要转观点 我真的看到很多投资收租的 他从新买入 有些淘汰还夸张 从新买入的时候 到现在 入伙到现在 没动过 比如美肤有些 入伙到现在 升了二三百倍 你想想 二三百倍的升幅 我做什么可以比买房子好 你告诉我 你做生意都未必有二三百倍的升幅 是不是 几百倍的升幅 有人说 不会再是这样的 没有的 大哥 难道没有人住吗 除非一个地方没有人住 人口少得很厉害 你说香港很多移民走 但是也有移民下来 也有人来这里工作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 它没有日本跌得这么快 日本是每年跌50万人 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人的 香港不是这样的情况 很多建设都在做 所以大家不需要悲观到这个情况 觉得有用呢 赞得出来给朋友 还有要用投资者 和强者的角度去持有物业 否则就真的不要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